然而在历史上登上皇位的却是秦二世 那么围绕秦始皇的遗嘱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是谁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呢 作家张建安将为您讲述 始皇遗嘱密码第二集 迟到的遗嘱 他是千五一笔 却在皇位传递上一万十五 他是始皇宠信的宦官 为何敢违背圣意 创改遗嘱 一向深谋远虑的丞相 怎会落入赵高的圈套 最终身败人命 一份遗嘱的创改 又将如何加速一个皇朝的覆灭 作家张建安为您破解 始皇遗嘱密码 秦始皇临死前一年 灾疫现象频发 经过占卜之后 秦始皇决定外出巡游避祸 不料巡游途中他却突然患病死去 由于秦始皇生前卫立太子 于是秦王朝的未来一时间充满了悬念 而秦始皇的遗嘱就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那么秦始皇究竟立下了怎样一封遗嘱 又是什么让他的遗嘱陷入危险之中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节我们讲到 秦始皇在第五次外出巡游途中 突然间病倒即将死去 在他弥留之际 他意识到了秦王朝可能面临的巨大危机 所以他想有所补救 在这个情况下 秦始皇想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要立遗嘱定皇位接班人 想到这个 他赶紧把随行队伍中最重要的三个人 召集到自己身边 这三个人分别是 李斯 胡亥 赵高 李斯呢 是秦皇朝的丞相 他是左丞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辅助皇帝 总览朝政大局 位置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胡亥 他是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小儿子 深受秦始皇的宠爱 第五次巡游前 胡亥就向他的父皇申请 希望带他一起出去 开开眼界 秦始皇呢 竟然就答应了 而其他的皇子呢 没有这个福气 所以啊 胡亥就成为秦始皇 临终前身边的唯一的皇子 那么第三个人物 就是赵高 赵高呢 他是宦官头子 所任官职 为中车府令 秦朝的中央官职啊 实行三公九卿制 那么丞相 当然是三公九卿之首 而中车府令呢 连九卿都够不上 所以啊 职务并不是很高 就相当于一个局级干部吧 但是他这么一个低职务的人 怎么就可能成为秦始皇的 临终前的脱命之人呢 这是由当时他所处的特殊位置 所决定的 赵高呢 负责掌管皇帝的车马和福印 皇帝的车马 当然就是秦始皇的交通工具 对皇帝的外出和安全 负有重大责任 福印中的福呢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兵福 秦朝时候啊 多用同志的虎福 用来调动天下兵马 福印中的印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玉玺 皇帝的最高命令 也就是整个王朝的最高命令 要形成正式功文 需要在这个书面文字上 加盖这个印章 而这道程序呢 需要经过赵高之手 所以他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啊 由于赵高深受秦始皇的信任 他还经常带秦始皇书写功文 成为秦始皇的积要秘书 赵高 赵高还受命 教秦始皇的儿子胡亥法律文书 所以啊 他又成为皇子的老师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赵高的身价倍增 但是啊 赵高毕竟是一个官职相对低的一个人 他虽然处在一个关键位置 但是他所履行的一些职能 都是程序性的 所以啊 在当时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会想到 赵高 他能够对秦始皇的遗嘱造成什么威胁 赵高因为职位原因出现在了秦始皇定立遗嘱的现场 与此同时 一个本应在场的重要人物 却因为意外原因未能到场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他的缺席又会对秦始皇的遗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除了这三个人之外啊 本来啊 还应该有一个人 他是应该在场的 如果他在场 那么以后 秦朝的历史 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掌管国家司法 位列上清的门义 门义的官职呢 是在理私之下 但是却在赵高之上 门义还是门氏家族在秦朝中央的代表 门氏家族在秦朝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一个家族 除了黄族之外 其他家族没有哪个家族可以跟门氏家族相比 早在门义的爷爷 门奥时代 那门奥就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因为功兄卓祖 被封为上清 门义的父亲门武 也是秦国不可多得的将才 门义的兄长门田呢 更是威名赫赫 当时正掌管着秦国最精锐的部队 守卫在秦朝的北疆 门氏家族对秦皇朝是忠心耿耿 所以急受秦始皇的重用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 就是门义跟赵高是有过节的 有一年赵高犯了大罪 秦始皇呢 就让门义来处理这个事情 门义秉公执法 按照秦国的法律 就判处赵高死刑 最后是秦始皇想要留赵高 所以一句话就赦免了赵高 此后啊 赵高虽然表面上踪进门义 但是内心里恨透了门义 门义呢 当然也不是傻瓜 他也是总是防着这个赵高 他们俩个之间这么些事 秦始皇当然是心知肚明的啦 但是呢 秦始皇还总喜欢 把门义和赵高 同时带在自己身边 这未尝不是 皇帝制衡成子们的一种政治手腕 第五次巡游 门义本来也是一直 跟在秦始皇的身边 但是啊 当秦始皇在平原进病岛之后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派门义代表他返回原路 去祭拜山川 为什么要祭拜山川呢 在秦朝啊 祭拜天地 祭拜山川 都是皇帝特有的政治权力 以此来祈求山川之神 来保佑皇帝 保佑国泰民安 风调雨送 秦始皇呢 是非常热衷这个事情的 所以啊 第五次巡游途中 他也是一路祭拜 但是呢 到了狼牙的时候啊 因为秦始皇受到徐福的欺骗 就朝朝夕夕的 风雨坚沉的 去海上 去捕杀那个大骄鱼去了 一下子呢 就对祭拜山川这件事 给疏忽了 等他病倒之后 他就疑神疑鬼 哎呦 是不是 我怠慢了山川之声 而受到了惩罚 想到这个以后呢 他就赶紧派出他身边 最信任的一个人 就是门夷啊 就代表他返回原路 去祭拜山川去了 门夷走后没有几天 秦始皇呢 就奄奄一息了 所以啊 在秦始皇 迷流之际 他所见到的 只是 李斯 胡亥 赵高三个人 秦始皇想到自己一贯的 至高无上的权利 想到 李斯 胡亥 赵高三个人 对自己一贯的忠心耿耿 所以呢 他也就非常放心了 等这三个人到达身边以后 就由 秦始皇口述 由李斯和胡亥 监督 由赵高执笔 来给扶苏写信 这封书信呢 就是秦始皇最后的遗嘱 迷流之际 秦始皇留下遗嘱 众所周知 在秦始皇之后 秦二世胡亥 登上了皇位 但是这并非秦始皇临终的安排 那么秦始皇在遗嘱中究竟说了什么 他的遗嘱又因何未被执行呢 作家张建安将继续为您讲述 始皇遗嘱密码 第二集 迟到的遗嘱 关于这份遗嘱呢 史记 秦始皇本记 还有资质通线上的记载 都是完全一致的 都只有七个字 就是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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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安葬事宜 扶苏是什么人呢 他是秦始皇的大儿子 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 他曾多次劝谏晚年的秦始皇 有一次啊 秦始皇因为受了一个叫 卢生的方式欺骗 受什么欺骗呢 这个卢生呢 以求仙和雄爪长生不老药之名 骗取了秦始皇大量的经营财物 骗得多了以后呢 这个卢生害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 怕受酷刑而死 所以呢 他就跟另外一个方式 侯生就携卷着秦始皇赏赐的 这些经营财物啊 就逃之夭夭 秦始皇知道这个事啊 是大发雷霆 愤怒得不得了 他一时间抓不住这个卢生 就把怒火呢 就转移到其他的方式和乳生身上 他一下子就要把四百六十多位方式乳生 全部活埋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荒唐 非常残忍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样一件事情呢 周围的人 那些大臣了 那些皇子了 都不敢说半个不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扶苏挺身而出 劝见他的父皇 说 父皇啊 现在天下刚刚平定 远方的百姓呢 还没有完全归父 乳生们呢 都在诵读诗书 效仿孔子 父皇您这么做 会不会使天下不安 设计不稳啊 所以啊 父皇您要三思而行啊 看扶苏这些话 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呢 正在怒火中的秦始皇 不禁不听扶苏的建议 反而一怒之下 就把扶苏呢 贬出了京城 把它贬到 北方的上郷 也就是咱们现在陕西省 榆林的南面 去监管门田的队伍去了 好在啊 秦始皇在临终之际 他原谅了扶苏 所以才写了这一封书信 秦始皇呢 有二十多个皇子 在他临终前 唯独给扶苏写这份信 又让他去主持安葬 这种当时最重要的事宜 显而易见 秦始皇是要传位于扶苏 秦始皇晚年热衷于求仙问药 迟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 还在一怒之下 把自己看好的长子扶苏 贬出了京城 他在巡游途中病倒之后 秦王朝的未来一时危机重重 迷流之际 秦始皇或许对晚年的荒唐行为 有所悔悟 他在遗族中指定由扶苏继承皇位 那么秦始皇的这个决定 能够挽救秦王朝面临的危机吗 秦始皇传位于扶苏 秦始皇传位于扶苏 可以称得上秦始皇晚年最明智的一个举措 第一 扶苏是皇长子 以他来继承皇位 名震言颂 符合 符合 上周以来一贯的中法传承制度 如果他继承皇位 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其他皇子对皇位的际遇 可以使皇权平稳过渡 第二 扶苏是有能力的 他这个有能力不只是有利他的人承认这一点 即便是其他皇子的拥护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比方说胡亥的拥护者赵高 他也不能不承认 扶苏是文武双全的 是有能力的 第三点 秦朝的时候他不再实行周朝那时候的丰丰制 他实行的是郑宪制 在这种制度下 所有的皇子都是没有什么政治实权的 都是被好吃好喝供养着 而只有扶苏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权利 所以秦朝皇实际上是把扶苏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 秦朝皇把扶苏贬到了边疆上郁 而表面上看似贬 其实分析一下 扶苏的实权反而更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去监管门田三十多万的大兄 而且如果说扶苏跟门田相处好了 扶苏一旦继位就会得到蒙氏家族的权力拥戴 那么秦皇朝将安保无语 对于秦皇朝的将来 秦始皇在遗书中做出了晚年少有的明智决定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封至关重要的书信最终却未能发送出去 而他对于秦皇朝未来的设想也在转瞬间化为了泡影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呢 作家张建安将继续为您讲述 史皇遗嘱密码第二集迟到的遗嘱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秘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密 法律讲堂文史版 带您穿越时空 探案讲法 让我们继续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 史记里撕裂传记载 书以封 为父使者史皇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份最重要的遗嘱 写好以后呢 正中其事的用玉玺盖上印章 然后密封起来 下一步程序就是要交给使者发送出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书信将送立的到达 扶苏手中 整个秦王朝将没有太多的悬念 但是呢 偏偏不是这样 这时候出问题了 由于这份信写得太晚了 还没有发送出去 秦始皇呢 就一命呜呼了 而秦始皇恐怕作梦也不会想到 他自己刚刚死去 这份最重要的遗嘱 就面临着被篡改的危险 梦想传至千代万事的秦王朝 也面临着土崩挖解的危险 秦始皇的遗嘱尚未发出 他却突然死去 这被一个人视为千代难逢的机会 他要铤而走险篡改遗嘱 这个人正是秦始皇生前最为信任的宦官头目 赵高 那么赵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何要篡改秦始皇的遗嘱呢 赵高呢 是战国时期赵国贵族的后代 他的父母亲亲一到秦国以后 犯了重罪 赵高兄弟们呢 也受到了牵连 从小就被阉格成为宦官 地位十分卑贱 赵高虽然出身地位 但是等他长大以后 他有三个优点 一个是有利器 再一个呢 就是他通宵法律 还有一个就是他擅长书法 这三个优点 使他在宦官中脱颖而出 这个名声呢 竟然就传到了秦始皇的耳朵里 秦始皇就把赵高留用在自己的身边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发现赵高这个人确实有能力 而且赵高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非常擅长拍马屁 这个使秦始皇很受用 所以秦始皇呢 就把赵高提拔为中车府令 等赵高成为胡亥的老时候 他也更是把这个小皇子迎合得非常到位 使胡亥对他言听计从 可是赵高为什么要篡改遗嘱 秦始皇对他不是挺好的吗 根据我的分析啊 赵高想要篡改遗嘱 与当时的情况有关 一方面赵高面临着权力的诱惑 因为当时秦始皇死去以后 秦始皇的遗嘱就掌握在赵高的手中 而外界呢 并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去 所以呢 赵高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兴风作浪 摸取最大的权益 另一方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时啊 秦始皇之死 一下子就把他的机要秘书赵高 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 我们前面讲到了 赵高呢 他是曾经犯过死罪的人啊 他究竟是杀了人 还是干了什么大事 这个史上没有记载 但是这个是肯定是小不了 而且是众人皆知 最后呢 是地位和权力比法律还要大的秦始皇 赦免了他 那么秦始皇呢 就成为死刑犯 赵高的一个保护伞 现在秦始皇一死 这个保护伞就没了 赵高还能够逍遥法外吗 很玄 秦始皇的遗嘱 更是把赵高 推到了一个生死的边缘 按照秦始皇的遗嘱 扶苏将被立为新皇帝 以扶苏的性格和政治主张 赵高是肯定不会受到重用 相反 门义和门田会执掌重拳 而门义呢 对赵高的犯罪细节是 掌握的一清二楚 从公从私 门义都很难放过赵高 而从赵高这个心理角度看 他也不能不 时刻 提防着门义 他既面临着巨大的死亡威胁 又有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啊 他一定要铤而走险的 去篡盖秦始皇的遗嘱 那么赵高究竟要篡改成什么样的遗嘱呢 他又怎样像走钢丝一样 去实施他的应募呢 我们下回再讲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